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游戏叫动物家园 这是一款画面精致清晰的模拟手游 游戏中本来的动物园被摧毁了 我们将作为一个新园长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头我们可以养一些豹子、狮子、老虎等动物 还可以通过消除小游戏来增加它们的成长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在游戏过关之后会得到一份奖券 它是在本游戏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可以为我们的动物园进行恢复还有建设 看到现在的动物园真是非常的破旧 而且这个小老虎还没有家 这就需要为它打造一个临时的小窝 这时候就需要到这个消除小游戏里头实现这个奖券 如果有哪些朋友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一下手游酷玩 本关任务收集12个黄色压力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玩法 就是如果4个相同一样的水果 收集完之后就会成一个炸弹 这个炸弹可以把四周的水果全部炸掉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黄色压力还剩3个 最后一次收集 这一关的收集任务是比较顺利的 在几次收集之后 我们的压力几乎就完成任务 这款游戏和我们以往玩的梦幻家园是非常的相似 也是得到这个物品 这个物品就可以为我们的家园升级 而且这款游戏只是为了打造一个全新的动物园 在收集完成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金币 最重要的奖券我们也得到了手 看到园长也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已经有两张点券了 这时候游戏提醒我们要点击这个日记簿 打开它之后就可以运用这个点券实现我们的一些愿望 现在就可以为这个小老虎建造一个临时的小窝了 看来这个小窝也是比较的温鲜 园长又在思考问题 他环顾四周 感觉这个院子是非常的破旧 而且杂草丛生啊 这就需要打扫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一张点券 因为用这个点券就可以把这个院子收拾的非常干净 最后也选择一款动物园大门 这是一个关键的 它是整个动物园的门帘 只要它选择好了 我们的生意才能会更加的红火 现在一个工人来到园长面前 他要提一下要求 说我们园区的围墙真是太旧了 这个围墙在动物园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它不结实的话 很多动物就会跑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为了满足这个愿望 我们的园长来到实体考察一下 看看果然是啊 这个围墙几乎已经烂掉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小游戏 得到那张万能的点券 在这一关里头 我们会收集什么样的物品呢 宝贝已经看到了 这是一个葡萄 需要20个 在整个游戏过程中 这个葡萄数量现在是非常少 而且游戏提示 如果4个以上的物品相连接 就会得到这个椰子炸弹 看到这个椰子炸弹爆炸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游戏过程中 要注意4个物品的收集 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葡萄收集完成 这样点券也就到达了我们的手中啊 我们可以为这个院墙进行升级了 这是关键的一步啊 如果没有院墙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院长也非常高兴 拿着点卷 就可以把这个围墙进行一次修缮 如果有朋友喜欢本期视频 就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后 我们会为大家持续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